小恐龍 小恐龍你回來啦 趕快去舉手吃飯囉 等一下 媽媽跟你講話 你怎麼愛理不理的呢 在家裡也有過類似的狀況的人 你的感覺是如何 害怕 因為會怕媽媽突然間 生氣離家出手之類的 然後可能會打 負面情緒 很容易就把別人的負面情緒 引發出來 如果媽媽說 我工作已經夠煩了 你不要吵我 可以使用這四個選項中的哪兩項 幫助媽媽調節情緒 當爸爸媽媽 自己處在一個 比較煩躁的狀況的時候 小朋友最重要就是要抓 關鍵字 我的家庭好快樂 不要吵我 我剛剛叫你 拍照 真香 有幾個勝利 這幾個門 可以拍照 融合